位于民间乡三轮村中庄巷的其中一条产业道路 因路口转弯幅度过小 导致民众难以通行 影响到民众出入安全 经民众成情后 为了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日前县议员邮达邀请相关单位到场会刊 并指出 这条产业道路的转弯路口非常危险 容易导致车辆在转弯时发生意外掉下去 而许多民众长迹此路 非常危险 并表示会尽速请相关单位规划工程 以保障民众用入安全 这是我们的龙路 我们这种往返的跟我们三门村 和松坡村这些乡亲非常多 四条龙路很爱往往来接不顺 做成我们的乡亲 轿车辈子也开车的转 从这个不携车下去 所以说我们现在 要把这条路撞好顺 地龙地 建地 或是在中枢浪漫的时候 能够更好困 所以说这个高低有一个落差 经过我们平均这些乡亲的丁城 宝达特别来 能够规划工程 尽速前来施工改善 让民众能够有一条舒适 更安全的道路 以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邱平俊民间采访报导